我們剛才看到for的這個回圈的概念 那接下來 那就繼續看啦 就是說 這個for裡面有三個 三個式子 這三個statement 它其實是運算式 它其實都可有可無 就是說 for這三個裡面的expression 你不要放 其實也都可以啦 那你說不要放那我幹嘛用這個東西 它就是反正 反正讓你比較精簡一點來使用這個也可以啦 這個也都是特例啦 好 那 假設你如果省略了expression2 就是中間那個條件判斷 如果沒有條件判斷 那這個回圈會怎麼樣 就一直跑啊 因為它永遠是true啊 所以變成是一個無窮回圈 那無窮回圈你說這個沒有用 也很難講啦 就是說 你搞不好讓它跑跑跑 然後 你自己要用手動去把它 類似Ctrl C 怎麼樣的方式 反正它也可以啦 反正它就是一個無窮回圈 那如果你的初始值在 城市一開始之前 然後在for這個回圈之前 那個 誰啊還在趴著睡 叫一下吧 流口水啊 沒有 起來動一下 你看 如果你 控制變數在外面已經設置好的話 那你就可以省略expression1 因為 expression1是要來控制什麼 初始 初始值 那地增跟地減呢 如果你在回圈的本體裡面去做的話 那你expression也可以取消 講半天這個好像都沒什麼用 這個都特例啦 這個都特殊的例子 不鼓勵你們這樣子啦 所以你還是按照剛才的那種方式去做 就是把他三個敘述把他講清楚 那剛才這個我們其實看過啦 地增跟地減的部分 這四個其實都一樣 那 城市設計師比較喜歡用 把plusplus放在後面 那剛剛也提到 分號 分號如果假設剛才你三個都要 都不要的話 三個都不要但是你那個分號還是要在 懂不懂 分號還是在 只不過他 他的 他的運算源就是旁邊的那三個 expression都不寫 三個expression都不寫的話 你的分號還是要把它 還是要把它 劃進去就對了 特殊的 好我們來看其他的 事情 相關啦 因為整個 在for回圈裡面的包括這個 initial的這個 assignment 這個是一個指定詞 有沒有 這是一個常數 assign到左邊的變數 控制變數 還有回圈的條件 還有遞增遞減 其實都是一個什麼 都是一個算數運算式 都是一個 計算的一個式子 所以 假設我們寫這個 如果s等於2y等於10 這兩個敘述其實是一樣 因為如果假設你原先是寫說 4j等於2 然後j 等於48 j加等於5 那這個就是 他原先都是用常數 他的這個都常數 常數 那我們說過這個 三個expression 其實都可以把它變成是一個運算式 都可以變成運算式 所以像我們這邊 j等於2 你可以把它變成 j等於x x就是2嘛 所以他是從右邊 assign給左邊 然後呢 他的判斷是 原來是j小於等於80 那就j小於等於4 乘以x乘以y 他也是一個運算啊 對不對 乘號的運算嘛 所以這也可以把它寫成運算式 那後面的遞增呢 也可以一樣 y加等於y除以x 那y是10 x是2 不過這邊要注意 注意什麼 為什麼這要注意 整數啊 整數相處 會是什麼 還是整數嘛 對不對 那問題是你今天的遞增 一定要整數嗎 不一定喔 如果你今天 遞增是有 有分數的部分的話 你就注意到這個地方要 不要 用等式 兩個整數去相處 所以y是10 x2除以來是5嘛 所以加 j加等5 所以就是一樣 好啦 我們剛剛說遞增啦 但也可以是遞減 那遞減的話 就是像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你要往 從不同的起始點 然後慢慢的降 慢慢的降 這也是可以 在回圈裡面都可以做得到 那剛才那個是 在4的回圈呢 你就直接在這邊 變成減減就好了 技術器那麼做 寫個減跟減 但是如果你很不幸的 一開始 回圈的條件 一開始就是錯的話 那你的本體 當然就不會執行 所以他只是一開始 for去判斷他 跟while其實也是一樣 你去判斷他 一開始的值 就是已經不符了 他的條件 就像剛才我們說 就像用這個例子來說 counter小於等於10 對不對 那 這個 好那counter小於等於10的話 那我這邊如果initialize 給他一個 多少 1萬 如果初始值啊 隨便掰啦 我初始值 counter給他 給他20好了啦 那20 counter等於20的時候 他去判斷 20有沒有小於等於10 沒有 所以他第一個判斷就沒通過啊 第一個判斷沒通過 下面的會不會跑 就不會跑 就這麼簡單 那控制變數基本上 上次我們其實也有看過啦 控制變數其實 他只是用來控制重複的次數 但是你在本體裡面 在城市回圈的本體裡面 你還是可以把這個counter拿來用 可以拿來用 意思說他如果搞不好需要一些 counter的搭配的一個 一個計算 那你就可以把counter當成是一個變數 拿來做 在本體 城市的本體裡面做計算 這樣也是OK的 那你不用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也可以 所以回圈本體 若不用這個 技術器 也可以 但是如果要用的話 也是可以啦 那另外 4的回圈跟Wire很類似 這是我們剛才談到的啦 這就是搭配到這個 流程圖 這流程圖要稍微知道一下 Assignment 這是第一個敘述 這個counter小型 第二個敘述 這是接下來本體 然後接下來第三個敘述 再拉回來 OK 這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我們來看例子 4的回圈裡面可以 有很多種類型 有很多種類型 他可以是第針 那第針一定要是正1嗎 不一定嘛 對不對 睡得蠻舒服的 太涼了啦 感冒啦 跟我一樣 有一點喔 未來未去 我應該戴口罩 他戴了的話 聽不清楚 好啦第針 第針當然加1 這個是 ++i OK啦 就是從100 從1地針到100 這就是 反正一開始是1嘛 然後呢 小於100 然後這邊是地針1 這OK 那另外像這個呢 如果是從100到1 就類似我們花友那個東西一樣 100變1 i 從100開始 那你的控制條件 的判斷是要注意到 變成是 i大於等於1 然後呢接下來是 i減減或減減i 都可以 那你也不用正1負1 如果你要 地針7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那這個7有可能是說7天嘛 如果我們算 一周是7天 如果你要每次地針7也可以 那這個其實就是 i等於7 i小等於7 然後呢 加等7 這個是一樣 這很簡單 那另外 從20變2 然後 地針負2 地針負2 就是地減2 其實這負負得 這種概念 那 所以你可以 寫成 i等於20 i大於等於2 然後呢 i減等2 然後呢 如果要按照特定的2581的話 那這個當然有一定的 Pattern嘛 你們就正好跟你們 微積分的 數列 Sequence 微積分不是有談Sequence嗎 有沒有 有沒有 而且你們微積分都在渡谷 微積分有沒有談到序列啊 不知道 有沒有 什麼是所謂的序列 序列 數列 數列 這叫序列 數列有沒有學過數列 如果你要特定的數列的時候 你的地針就不一定會是這個 因為數列有的是什麼 數列 數列 他一定說是12345678嗎 規定嘛 然後有的時候是都好 你們學過什麼 麥克羅林極數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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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邊不是有講數列嗎 數列叫Series 然後呢 那麥克羅林極數是什麼 麥克羅林極數就是他是 上網去Google啦 反正他就是 上面會有一個平方向 下面會有一個階層 然後一直累加累加 然後就算出來他的 很多東西 包括你可以把 把Sine Sine X知道吧 Sine X你可以把它展開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麥克羅林極數的Summation 叫泰勒是嗎 泰勒極數 麥克羅林泰勒嗎 好啦你們如果是用習慣用什麼 你剛剛講的那個叫什麼 泰勒 泰勒展開式 泰勒 那泰勒展開其實有些 他其實最原始就是 就是麥克羅林極數的部分 反正那個你們自己看數學就好 那這裡面像25811 1417有沒有 那這個東西每個都插3 所以你在這邊是加等3 那另外 如果按照特定的44332 你要先看他的pattern 這個每次都掃1111 然後你的加減這邊要注意到 所以這個是你們自己在寫程式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這個例子是從2到100的偶數總和相加 怎麼寫呢 還好你們打字不要打錯 這個type o這個 反正大家都會啦 但是盡量 避免 上禮拜好像做實習課就有些同學 打錯一個字 就編半天編不出來 看了半天裡面的邏輯行也沒有錯啊 原來是他裡面某個地方打錯了 一個字打錯了就整個都沒有了 就像這個stdio 我記得印象中把誰就把stdio把寫成什麼 所以就造成他 編譯上就更怎麼看不懂 你有沒有include什麼東西 那這個是2到100的偶數盒 所以你要先 這邊有initial兩個東西 一個是sum 等於0 然後number 初始化一個 Sorry 初始化一個就是他的做他的累計 我們說過 要做累加的 累加的那個變數是不是要先把它歸零 累計的就技術器也要歸零 那不一定歸零 歸零就是所謂的 因為歸零就是一定要0 也不是歸零 一定要把初始的這個 控制變數一定要初始化 初始化可以是0 也可以是1 也可以是 whatever 任何的東西 看你怎麼需要初始化 所以這邊的sum 這是累計的 累計的話就是要累加 這些東西進來 所以他這邊你要 先給他一個宣告等於0 讓他初始化 那這個number 他就是要加進去的 那這邊 這邊為什麼不初始化 number 因為你的4的回圈已經幫他初始化了 所以4 是number等於2 就類似把這個number初始化 然後小於等於100 然後他的地增 這要注意啊 因為他是偶數嘛 是偶數的情況之下 所以 所以你要把他加等於2 不是用加加或減減 那接下來這個是上加等number 上加等number知道什麼意思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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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不知道 點個頭 做前面要負責點頭 看半天就看不到後面 看前面就沒有準 好這個就是累加 累加 所以你這個上要開始初始化 讓他是0 不然會亂七八糟 那 接下來他從2開始 那下一個number會變多少 就4了嘛 因為你加等2啊 加等2不就是4嗎 2加等2不就是4 對不對 這個你們看不懂啊 有沒有 懂啊 好所以這樣就結束了 那接下來就把他的 這個回圈執行完他直接就印出他的結果 還有 在寫程式有個小技巧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讀資料進來 然後 你的整個編譯都沒錯啊 對不對 然後執行也執行出來啊 但執行的結果是錯的 是一個很奇怪的數字 怎麼會跑出一些很亂七八糟的數字 那可能就是你在讀資料進來 特別是我們如果有用ScanF的東西的時候 你讀資料進來可能 沒有讀得很正確 就是語法沒有寫得很正確的情況之下 他可能會讀 他裡面就是亂七八糟的東西 那所以為了要減低這種 你在寫程式的時候可以一開始 如果是在用這種回圈 或是在讀資料的時候 你可以馬上讀完 然後馬上寫一個printf 去看看 程式讀的東西到底對不對 這也是一個debug的一個小技巧 再講一遍 debug的一個小技巧就是 你如果要讀資料進來 讀進來之後 你不曉得他讀得對還不對 因為你總是要在運算過程中 才去用到這個資料嘛 那運算完結束了 錯誤也產生了嘛 所以你就要從源頭把關啦 所謂的源頭把關就是你的 要確保這個程式 讀進來的資料是正確的 這叫源頭把關 當你源頭把關完之後 再去看你的那個 後續的計算有沒有問題 如果後續計算沒問題 那可能就是前面沒有讀資料 沒有讀好 所以你透過 讀資料完之後 馬上把他的結果printf出來 那你就可以去檢驗 檢驗你讀的資料對不對 如果你前面都資料讀錯 後面即便你的程式碼是正確的 得到的結果還是錯的 這個要注意 這是一個 一個小提示 小提示 好啦這算出來是這樣 好那 來看一個 比較好玩的 富利 這個 你們有沒有在存款 沒有啊 以後你們 大一 你們現在 以後有機會修 應該都有機會修通識課 通識課裡面有一些 或是跨院 你知道你們要修跨院選修對不對 有興趣可以去聽聽財 財務金融這一塊 如果 因為說實在怎麼去了解這些錢的東西 有時候也蠻重要 其實對工程的也是一樣 所以有機會去聽那些課也不錯 好這邊談到存款 存款 那存款一般如果用負利來算 負利你們高中 這種題目你們高中數學 還國中數學搞不好都學過了 有沒有 什麼叫負利 就是本金加利息去算他的 最後的那個 結果嘛對不對 好 那這邊問題很簡單 1000塊存進去 他的年利率是5% 好高 你們知道現在利率多少 0點幾% 之前還有一個新聞日本 日本的中央銀行放款給 放款給一些 就是一些 那個銀行就對了 他給他的這個 利息是多少 是付的喔 那付的利息是什麼 你要付錢給銀行 所以你存款在那邊你還付錢給他就對了 他不給你利息 就罷了 他還要給你charge錢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對啊 你不要存在銀行 你去買股票 買什麼whatever 投資房地產 都ok啊 那你就不要花錢 不要存錢 那不要存錢到底好還是不好 這個當然這個是很多經濟學家的論戰 沒有 存款太多就代表你的 發揮少 發揮少整個 整個產業啊 或整個這個製造業或什麼 整個社會就變得會比較好像沒有活力啊 就是比較沒有多人在 沒有那麼多人在消費 那是比較 那 5%這個大概很久以前 那很久以前的這種 這種利息啊 用付利算10年 這公司有沒有四成相似 有嗎 這就算負利的公司不是嗎 P是什麼 P就是原存款 R是年利率 N是他的年份 那A 他這邊算完之後 Sign到A 所以A就是N年結算時候的本利盒啦 N N就是他的 年數 然後A才是他 第N年的本利盒 那這個問題我們就用一個回軒 來計算就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 程式碼 好這個程式碼用一個比較特別的 因為我們剛才的 有用到這公式嘛 這公式是 E加R的 N次方 對不對 N次方如果你用 如果他只是算兩次方 其實你簡單就兩個數字相乘就好了 對不對 那如果是三次方 當然就三個相乘 那如果是四次方 就四個相乘 那如果你是100次方 你就把這邊寫 你的程式就寫的密密麻麻 那所以當然我們可以直接用一個 韓式 這邊其實會用到一個韓式 會用到韓式叫做 還沒看到 待會看到 會用那個韓式叫做 P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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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是一個 特殊的一個數學韓式 所以這個我們第五章要談的就是韓式的部分 現在先 大家先知道這個概念 像我們其實 整個MAN有沒有 我們的程式嘛 我們不是寫成一個MAN 有沒有 然後前面INT 瓜佛 VOID 其實他這也是一個韓式 韓式的寫法 一個韓式寫法就這樣 這個韓式要一個名稱 然後要一個行別 然後還有一個參數 那因為主程式裡面呢 主程式裡面我們一般通常沒有給他任何參數 在瓜湖裡面的韓式 就是韓式裡面的這個瓜湖裡面的東西就叫做參數啦 或者叫引數 都有人講啦 叫parameter 或者叫做argument 都有 那我們這邊主程式一般都沒有input 都沒有參數啦 所以我們就把它寫成VOID VOID就是什麼 VOID是什麼 空空的嘛 就沒有嘛 VOID 那所以他這邊在瓜湖 所以他最後有一個MAN的 MAN的瓜湖 對不對 所以 所以MAN其實也是 主程式其實也是一個韓式的概念 然後 之後我們看韓式 那 我們的程式這邊會用到一個POWER POWER就是 就是 他這邊有兩個引數 這個POWER就是一個韓式 韓式瓜湖裡面有 然後用豆號分開 就代表是第一個 參數 這邊是第二個參數 我們之前有沒有用過其他的韓式 沒有印象就算 這就是E加R 對不對 E加R要給他幾次 幾次我們說過那個 Ear就是什麼 N就是他的什麼 N就是他的年份 就是他的年份 所以這是Ear 那POWER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POWER1加Rate 然後Ear 就是把 E加Rate的 E加Rate的Ear次方 這樣不會很擾聲 E加Rate的Ear次方 有沒有聽到 這個 這個就是變成是 剛才的E加R的N次方的意思 但是你現在要遷就他的 寫法 POWER 然後前面再乘上一個Principle 就是他的原始的本金 原始的本金 然後算完之後呢 就存在這個Amount裡面 然後在接下來就是把它印出來 那印出來 你當然這邊 什麼 %4u %21.2 然後一個Backslash 這什麼我們待會再看 那你看你要注意的是 Ear是一個整數 是一個OnSign的Integer 對不對 我們剛剛說Ear Ear他的定義是 OnSign的Integer 所以呢 這個Ear 這印是4u 然後Amount是時數 所以是21點 Amount我們宣告成什麼 Amount我們把它宣告成Double 這個Double Double 是不是上禮拜有講過 有沒有 沒有嗎 Double沒有講過是嗎 Double其實就是Float 就是一個時數的 所以 只不過我們說過他差別在 什麼 Float跟Double什麼差別 在他的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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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的數值的範圍 那小數點後面可能到幾位 這些都是要 自己 Double可以比較精準一點 所以他這邊用Double 好 那 我們 這個程式我們先 先把他跳過去 我們直接看 他裡面談到的 一些東西 你要使用數學函式 因為數學函式 因為數學函式 他我們剛最開始的include 是什麼 Stdio 對不對 有沒有 Stdio 就是標準的 Input Output 那個一定要有 那除了這個之外 如果你今天程式要用一些特殊的函式庫 特殊的函式庫的話 你就要include 那一樣在一開始一定要在man的之前一定要include的什麼 他所需要的函式庫 那他所需要的函式庫 在數學上面都把它叫max.h 那這個東西以後你如果更高竿的話 如果更高竿的話你可以 可以自己去寫一個函式庫 就像max.h這樣 你可以把你發展的很多特殊的運算的函式 把它編譯成一個max.h的這個叫library library就像一個圖書館一樣 我們去圖書館就把要看的書拿出來就好 對不對 假設我們今天中山有什麼圖書館 中山的圖書館裡面有什麼資料 我就去把它拿出來 那如果假設沒有 那你可能要自己寫 那自己寫的話當然你也可以把你所需要的所有的這種 函式 把它編成一個叫library的東西 那下次你在程式裡面去include my.h 假設我的h 那這個h代表其實就是一個library的概念 所以一定要include 如果沒有include 編譯還是 還是不過 因為 他找不到pow 因為pow只有在max.h 才有 那stdio呢 標準的input output是沒有power這個函式的 所以一定要include這個max 那sy是double 那year是整數 也整數 所以在他在 編譯過程中間 如果你用到powersy的話 s 剛剛我們有用到一個s是什麼 s是1加rate 那rate我們把它宣告成是一個什麼 宣告成是一個double 對不對 所以 這邊的情況之下 powersy一個是double 那y是year year是整數啊 所以這個時候pow了 一個 裡面的兩個引數怎麼 一個整數 一個是double 這個背精度 我們把中文有時候翻成叫 背精度的一個時數 因為他的精度更高嘛 這叫背精度的一個時數 那 那這兩個 照理說 我原 原先它power裡面的要求 這兩個引數都必須是double 都必須是時數 但是我們這邊把一個year是整數的部分 這時候編譯器它會自動幫你做行別轉換 雖然year還是一個整數啦 但是 但是在做power的時候 它會先把它做自動轉換成 轉換成double的時數 然後去放入這個power 它才能夠去做運算 所以行別上面它自己會去做處理 那這個程式裡面呢 float跟double float我們上次 之前看過它就是時數 那double叫背精度的一個時數 就代表它的 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那個範圍可以比較大 它可以更精準的到小數點 可能下二三十位這樣 那 那金額的部分 我們把它為了就是簡化 我們都把它宣告成是double啦 是這樣 float跟double要注意的東西是 這個地方就是在呈現出來的結果 會有點不一樣 呃 假設我們用金錢來看 如果 你在銀行存存的錢是 14.234 那如果你這時候用percent.2f 這個我們好像上次也有看過嘛對不對 0.2f 0.2的意思就是 小數點 下兩位 所以percent.2f 它會列印出什麼 123 14.234會列印成什麼 14.23 那18.673 用percent.2f 18.67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列印出來的結果 你會很直覺的去認為是應該把這兩個相加嘛 因為實用者看到的到你 因為你去控制它的精度 所以它列印出來的跟你的實際的東西是有一些差別嘛 因為它等於是把小數點第三位之後就把它怎麼樣 把它怎麼樣 砍掉啦 對不對 所以你會認為應該是14.23 然後呢第二個應該是18.67 然後加起來應該是32.91 你會期待這樣的結果 對不對 是不是 因為它列印出來告訴你是這樣啊 那但是你就根據列印你去 你如果簡單的計算應該算出來是32點 應該32.90 這個課本這邊有點 對啊應該是32.90 但是它最後列印出來的結果 如果一樣用percent.2f的話 它會變成是32.91 所以你就會覺得怎麼會有這個小數點下 第二位有些差別 這個有時候很多都是因為 精度的問題 因為你精度 因為實數本來精度可以下 小數點十幾位二十幾位 那你今天只有把它percent.2f 你把它 限制它的什麼 限制它的那個小數點位數的呈現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就會造成這種誤會 某種程度是一個 是這種誤會 不是你的邏輯 上的問題 是在 輸出的結果中間 因為你控制它的精度造成 你應該預期它 應該是32.90 那但是為什麼 程式會告訴你32.91 對因為你預期 它列印出來一個14.23 一個18.67 你預期是這兩個相加嘛 那這兩個相加結果應該是 32.90 那為什麼它出現出32.91 那原因就是因為它的 它真正在計算的時候 你雖然精度只是把它 這個percent.2f只是把它列出來 但是它實際的數字還是這樣子 所以 程式在做計算的時候 還是用它原始的數字來做相加 那原始數字相加是32.907 如果再用percent.2f 這個 它會怎麼樣 45入 所以就直接到32.91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用double跟float要注意的地方 小地方是 呈現的問題而已 那 這邊程式也有提到 一種 轉換指定詞 來列印變數 那它這邊特別是 我們之前都看到 點2f對不對 那它前面現在又加一個數字叫 21.2f 那這個有什麼差別 21.2f 剛才點2f 它只關心是 它小數點後面 只要呈現兩位就好 那至於它前面要怎麼樣去控制 它其實它沒有特別的要求 但是如果你要為了讓它排版好看 如果假設你今天有很多數字 你要讓它排版好看的話 你就要讓它輸出一下按照 我所需要的排版的方式去做 所以這個21 所代表的就是一個欄位的寬度 欄位的寬度 就是你再印出來 它會預留21個欄位出來 那21個欄位裡面還包含什麼 包含兩個小數點 因為點2 點2是兩個小數點 然後還要再加上一個什麼 還要加上一個double 所以21.2 真正能夠列印整數的部分有幾個 幾個位數 就是21-3 有沒有這樣清楚嗎 你點 你21是代表全部輸出來的欄位 輸出來欄位的寬度 那你現在又點2 所以小數點兩位 那小數點前面要不要加一個據點 要嘛 所以就變成這三個就要空出來 所以剩下 18個 那18個 就是可以來讓你放整數的 整數的位置 那這個時候如果不夠呢 就是說如果你的數字 假設像剛才 剛才18 1867.3 然後用percent 21.2 來算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它會輸出是 14.23 但14.23前面 這邊還要多幾個 我們說整數的部分 剛才已經算出來 如果是用 我們要求它是用21.2f的話 所以這邊已經佔兩位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邊前面還控16位出來 它就會控出來就對了 那控出來以後 那你說為什麼要控那麼遠 那只是為了要大家排版 大家整齊 你所有的輸出如果都要 比較整齊的 去看它的話 你就要把它藍位固定下來 這樣列印出來才會比較 整齊漂亮 不要整齊漂亮 就這樣子而已 好 剛說過27就是它小數點有幾位 那這個21total的藍位數 那 剛說過如果你的數量 小於藍寬的話 那這時候它會靠右 靠右對齊 所以靠右對齊的意思是說 它應該會是 這樣子一個概念 這邊寫 這邊應該還要有啦 我們剛說這邊應該也有幾個位數 它就會靠右對齊 這個因為18就有兩個位數 但是你預留都好 預留也是18個空位給它嘛 那 這個18.23它不會整個拉過來 不會拉到最前面 它會拉到什麼 靠右對齊 就是靠到21個藍位的最右邊啦 來對齊 最右邊的那個藍位的寬度的位置 這叫 這叫我們課本說的叫 Right adjustment 靠右對齊 懂不懂 那現在下一次假設你又有一個 你又有一個資料要輸出的話 那它也是一樣 它可能這邊假設我們隨便寫 218.45 那它這邊 這邊控格數呢 這邊是15 這邊是3 那這樣的話 你 你去看那個排版出來的效果 它因為都是Right adjustment 都靠這邊 所以這邊會切齊 這邊會切齊 然後呢 它所有的數字都往那邊控 那這樣看起來 報表才會比較 真的是比較整齊 比較整齊 那如果相同精度的浮點的時候呢 它會自動對齊 小數點右邊那邊 所以會比較整齊 其實就是講這個意思 那你要不要如果你真的要往左邊靠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這個其實 在後面好像也會談到 叫 Left justify 靠右 靠左 靠左對齊 那靠左對齊的話 原來我們剛才18.23 它就拿到哪邊去 它就拉到一開始 18.23 懂不懂 懂不懂啊 困了 困了不知道 上課專心一點 討厭 無精打采的 所以你要用 讓它往前 靠左邊對齊的話 你要把它的這個 adjustment這邊 它的這個 指定轉換詞這邊 要加一個負號 所以像percent -6d 或percent-8s 它就會靠左邊去對齊 我們再回來看 我們的那個程式 我們剛剛那個程式裡面 你要宣告 Double 包括你的 存款的金額 你的這個本金 然後你的這個 年利率 還有你的這個 年份 year 那一開始 他會先 弄一個錶頭 弄一個錶頭 print percent 4s 加percent 21s 然後呢 這個percent 4s這個東西就對應什麼 對應year這個 那這是什麼東西啊 year 大家 雙引號引起來 在裡面什麼 是什麼 是不是文字的東西 這叫文字常數 你們要搞清楚 常數跟變數 不一樣嘛 對不對 變數裡面的數字可以改 常數呢 常數就是常數 崩動它 那這個year也是一樣 你要固定變成是一個 常數的話 那他對應的輸出是percent4s 所以他會留四個位置給 給year來什麼 來輸出 我們等於在做報表的表頭啦 那接下來 percent21s 就是對應這個 amount on deposit 就是從4s後面呢 就4s已經被year控了嘛 然後21s呢 是 amount of deposit 算算看這裡面有幾個數字 有幾個文字 算啊 17啊 是嗎 幾個啊 17是嗎 好相信你們 17的話 所以代表怎麼樣 他這邊因為 percent21s 他有21個空位 但是這邊才17個 所以他會靠哪邊對齊 靠右邊對齊啊 那這樣的話有year有這個 amount of deposit 因為他21s 所以他year跟這邊就會有空格嘛 那我接下來要輸出的那個什麼 數字 就會under這個表頭下面 under這個表頭下面 那就會 所以你在 輸出數據的時候 也要 配合這個表頭的位置 好那接下來就用回圈去做啦 回圈這邊 因為我們知道是要做10年嘛 所以初始化year是等於1 然後小於等於10 加加year 然後這個回圈之後呢 要做什麼 就在做這個累成的動作 累成的動作 就是說power1加rateyear year如果是 year是 剛說過什麼 year是他的 等一下變成是一個控制變數 他除了是代表年份也是一個控制變數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year這個控制變數 或者叫技術器 拿來應用在我們的城市本體 所以 power的1加rate 然後是year次方 就是透過這個數學函數去算出來 這個同時算出來之後 你要前面去乘他本金 乘完之後才是你今年那個年度所累積的本利盒 然後來存在什麼 存在amount 這個等號就是assignment 然後在回圈裡面同時去把它的印出來 所以你要看他是印什麼 他是印year 那year這個時候是變數喔 這不是常數啦 year這個不是變數喔 剛才的這個year是什麼 剛才year是什麼 常數因為他雙引號引起來 那你現在這邊要輸出的時候他是輸出year 代表year這時候輸出他的變數的值 那year裡面他也是 他對應的是4u 因為他是onsign onsign的這個integer 所以他的 轉換詞是用u啦 那一樣要為了留4個位置給他 所以這percent4u 這個一樣會靠右對齊 那21.2f呢 就剛說過的 他會把他的計算出來的amount 會從21.2f 所以他這邊就會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對齊的東西就出來了 然後接下來 N of 4 然後接下來 城市結束 所以你看他這邊就印出來的報表就很整齊 他就貼齊在這邊有沒有 靠右邊貼齊 那這邊也是靠右邊貼齊 然後under這個什麼 under這個錶頭 那你說如果要把他移過來一點可不可以 可以的話你要控制哪裡 21.f可能太大你可能可以變成18 或16 那這種排版其實沒有 沒有對或錯的概念他只有 漂不漂亮而已啦 因為通常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算出來這裡面數字有沒有錯啦 那當然排版 如果再加上去能夠編得更好看那就最好了 對不對 所以這樣看有沒有比較整齊漂亮 有沒有 你怕派人 你怕派人 我對你去派人 好啦這個都 講過了 好我們接下來 剛才的那個是 4是一個什麼 也是一個回圈的控制 那我們接下來看判斷的 那判斷的話 因為判斷之前其實有三種 就是你在做這個選擇 選擇的控制的過程中有三種 之前你談過if 然後 if else 那接下來就是 看switch 這switch叫多重選擇 然後他可以從很多選擇裡面去 去找出我們要的這個結果 那 他會做判斷 那 switch是這個啦 如果說 我們在一些演算法裡面要做很多的判斷的時候 來檢驗說 某一個運算數 或是某一個變數 是不是 是一個整數常數值 是一個整數常數值的話 那 他整數常數值 可能是1234567 只要你的算出來的 運算式的結果 或者你的變數的結果 跟這個 檢定 這個也是一個檢定值 常數的 跟這個 數個常數整數 其中有一個來做 match 已經有match到的話 有符合到他的這個數字 一模一樣的數字的話 那我就會做那個數字下面的動作 那這裡面你可以放不同的數字 不同的這個整數 你可能放1 放2 放3 你就可以不同的 根據他算出來的整數值不一樣 他會採取不一樣的行動 這種叫做多重選擇 那這種多重選擇 當然你說 我要用if else去做可不可以 也可以 跳跳道路通螺螞 所以你用 if 搭配else 或是if else if的東西 也是可以做多重選擇 那只不過這個switch這個方式是比較 比較精簡一點 你就不用 其實也沒有精簡到哪裡去 反正待會看一下我們就知道 好 那這switch裡面他會有所謂的case的標籤 這個case就是我們剛說要去對應他的整數常數 就是用case這個標籤 那每一個標籤他就會對應到一組 敘述程式 這個我們待會看也知道 那switch有不同的case之外 他最後有一個 可有可無 一個叫default default的話就是 類似什麼 類似我們在做if else的這個判斷過程中間 怎麼樣 他會比較 最後如果什麼都不對的話 他是不是最後有一個叫做else 有沒有印象 有沒有印象 對 好啦 這個 default這類似if else的那個else的部分 二選一 或者是多重選一 如果都選不到的話 最後一定到else 那那個 到else的那個就是default default case 那default case當然大家知道是 可寫可不寫 但是為了安全起見 如果你 確定這個選擇裡面一定要選擇 從這些選擇裡面至少一定要選擇一個的話 如果前面的都不滿足 那你至少要有一個default 可以讓他去跑到那個位置去 就做選擇 好啦我們就用switch來判斷他的這個 一樣 他的 等地 先看一下程式 這邊有可能他的等地是abcd跟f 跟我們上次學的一樣 然後他要計算他到底有幾個人是得a得b得c得d 還有得f 所以我們要這個技術器 這五個 同時都要把它怎麼樣 把它初始化 然後grad是 你要輸入的東西 這裡面 這裡面有一個東西比較 類似我們結構化的那種東西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接下來 這個兩個這些初始化完之後 跟宣告完之後 你要用puts 來做什麼 類似做一個提示字元 等於你在寫 你電腦執行a 如果沒有任何提示 那使用者怎麼知道接下來要幹什麼 他如果在等你的輸入的話 你不給他任何提示字元 那個使用者 會待在那邊 等他嗎 還是 還是就ctrlc就把terminate掉 所以其實一定要提示字元 我們才知道使用者才知道輸入什麼 他是說 Enter the later grade 就是用數字的 等地 然後Enter the end of file EOF 這個character 我們就可以 結束他的這個輸入了 然後 你看他這邊寫的 Wire這個 這個 條件的 的判斷 他是寫什麼 他用一個比較特別的 這個我們上 可能到現在還沒講過的 叫做 getchar 那這個是在幹什麼呢 getcharacter 這是一個也是一個 StandardIO的一個 提供的一個函數 他可以讓你直接在鍵盤上輸入一個字元 輸入一個字元之後呢 他就會把它存在 Return回來的 就是getcharacter這個函數的值 這個函數 這也是一個函式或函數 getcharacter是函式函數 這個 會從鍵盤得到一個結果之後呢 會存到哪邊 會存到grade 他等於是用這個東西來 讀取資料啦 這是一個比較 我們第一次接觸的 那如果你不要用get 不用這個函式呢 你應該用什麼方式去做 就可以用scanLab去做這件事情 那他這個 比較高竿的寫法 他把這些東西都寫在裡面 好 當這個getcharacter等於 存到grade的情況之下 他一定會有一個數值嘛 就是 那這個數值 assignment過來的東西 這個最後的這個 這個程式的敘述 這個程式碼的敘述呢 他會相當於是一個 也不是說對或錯啦 就會得到一個value 這個value呢 就是存在grade 所以這個瓜虎裡面的東西呢 雖然是做一個assignment 是把 鍵盤上得到的一個 一個keyboard的輸入 存在grade 那grade就代表這整個 瓜虎的運算的值 那這個值如果不是 EOF 那什麼是EOF呢 我們待會兒會講 它是一個特殊的控制 特殊的控制 那這控制 如果你這邊跟他 算出來的結果 你把getcharacter的結果 存到grade 那因為我們這邊grade 要等計字嘛 所以可能就不外輸 ABCD跟F嘛 那這東西如果有的 的話 那這些東西一定不會等於 End of End of file這個特殊的字元 不會等於他的情況之下 他就 持續在什麼 持續在run這個 file回圈嘛 那這個時候 file的回圈會到什麼 當使用者輸入 EOF這個特殊的 特殊的一個 字元的時候 他就會跳離開 file那個回圈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 今天可能要注意的一個寫法 不等於end of file 然後接下來他有個switch 那這個switch就是從剛才的這個 那這個switch是under哪裡 under這個file下面 underfile下面 然後接下來switch是根據他的grade來做判斷 根據這個grade來判斷 那根據這個grade來判斷 所以接下來他有好多case case a 這兩個其實是同樣的 你可以 這個case可以是把它群組化 因為我們今天輸入有可能是像 層級有可能大a小a 那你 你也可以強迫使用者一定要 輸入大寫的 否則你就不管他 但是現在這個程式比較friendly 對使用者來說比較friendly 所以他 小a他也可以接受 所以在switch下面就是 我們剛說過要很多case 對不對 case a case a 然後呢 如果是符合case a的話 他會怎麼樣 他這邊就會把 acount加加 acount加加完之後就break 那這個break我們之前都沒看過了 break意思就是說 城市執行到這邊 他就會跳離開 跳離開哪裡 跳離開switch這個整個 整個 這個 一個城市的主體 因為從 從剛才的switch 這邊有一個刮斧對不對 那接下來的這些case都是屬於switch的 那他switch在哪邊 到這邊才結束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間你只要碰到任何一個 滿足他 執行完之後 給他一個break 你就跳離開switch 那跳離開switch接下來會回到哪邊 又回到fire這邊去 所以fire如果你給他輸入是 輸入是 是 end of fire的那個的話 那fire也會結束 那接下來再把他的結果全部把他 印出來就好了 好啦 這個 整個switch的部分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還可以繼續再講 那